大家好,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今天我们再聊一下治安处罚法的第34条 第34条前面我们做了一个节目 就在讲这个事儿 你对客观要件模糊 但是主观要件不模糊 所以有些时候客观要件主观要件 然后也讲了一罪从无 但是有些网友可能没听懂 但是有些呢,别有用心是故意没听懂 这里头啊,我们再讲讲这中间的关系 讲讲其中 人家为什么要好像说让你写得特清楚特别好 是要写得特别清楚的时候啊 人家想的是什么 法不禁止皆可胡作非为 记者的话,什么叫胡作非为呢 为什么法不禁止胡作非为 就是你写的客观边界特别清楚的时候 他可以利用你这客观边界的缝隙呢 他主观来坏事儿知道吧 有些事儿你好多事儿很难约定的 比方说在特殊的日子他放一个什么 蛋炒饭的图片什么类似这种事儿啊 人家的话呢是会干的 就是如果吃个蛋炒饭有什么问题啊 但其实大家都知道是什么问题 这个事儿啊 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的差别 你看很多人就完了这事儿就问了 你看你穿西服吗 你看我们现在也穿着西服对吧 但是我换一句话说 穿西服伤害中国人感情吗 西服是外来的 你不是说所有的外来的都是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 但是你为了伤害中国人民感情 你穿这个外来的那就很有问题 所以我也举个例子 你说你穿西服到底算不算 那就看你主观上了 比方说的话呢 你给我们诉一个中华人民先祖皇帝的像 你把皇帝的像穿上西服了 那我肯定觉得你是伤害中国人民感情 对吧 就像前面我们说过一个雕像 人家那个射箭的时候的话呢 弄成卷毛的外国人了 包括人家把那个项羽也弄成光头的外国人了 你们做这些雕像干什么的 那我肯定是认为 这个雕像的话伤害中国人民感情 对吧 你把你的祖宗俗祖忘点了 你让你的祖宗当时没有的时候都穿上了西服 人家说了 你那个记错扣子什么什么的 把中华民族的这些祖宗呢 左任右任你给搞反了 批发左任什么的等等等等 你搞反了 这个事儿 确实是那个伤害感情啊 那过去这事儿绝对是大不敬 知道吧 你要是干把那个我们祭典皇帝 你皇帝你给穿个西服 大不敬 谋大逆 不光是这个 可不是说简单的刑罚啊 那是十恶不赦 这里头的关键差别干嘛 主观要见 你主观的目的是什么 你看我们穿西服的话呢 我们并不是说主观目的就是为了怎么怎么着 对吧 我们的主观目的并不是为了伤害中华民感情 对吧 有些人的话呢 主观目的他把人画个秘密眼 他是有主观目的的 主观目的是很清楚的 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况 对吧 我们的话这个 你接受西方的很先进的事物 那也不是主观目的 你就这么讲 大家的话呢 穿上西服干什么的 这个里头呢 有文化因素 也有呢 社会发展 中国呢 他也吸收外国的好的东西 外国也吸收过中国的好东西 中西交流 你要注意 这个中国人穿上西服 可不是说外国人拿着枪炮逼着你的 你这个这里头是有差别的 但是你像比方说在特殊的日子 你就是不能穿 你像就比方说你穿和服什么的 你在特殊的日子 日本清华的一些特别的纪念日上 你去穿这个和服 那就是有问题啊 包括我们呢 还说过某个三冬公知 对吧 人家去参观 靖国神社 其实按照现在的有关治安处罚法 那就该拘留他了 而且他去参观这靖国神社的时间 也很有意思的 但是正是大家对于钓鱼岛 宣誓这个中国主权的时候 他去参观的 现在你看嘛 好多人给他洗地 你知道吧 为什么这些人 如丧烤蹄 那就是他主观上是干嘛呢 你知道这主观上从你的认知不知道吗 就是说有些主观从你的身份判断的认知就是知道的 而你主观写的特别明确的时候呢 人家就搞你了 说白马飞马 而且呢 你主观写的时候说那时候没有就什么 你看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这个网络金融 我们当然说网络金融要严管 不能随便乱来 跟线下的是一样的 但是人家就做出来了说你看 线下是要严管 线上是新事物 没有说 没有说就可以什么 什么都让你去说 你只要这事没有说到了 这世界千变万化 我找只要这个里头不在你说之列 哎 我就可以呢 胡作非为 这叫做法不禁止胡作非为 这不是瞎扯淡的吗 实际上为什么我们在讲 它的客观要件的时候是可以模糊的 这样的话呢 是有些 好掌握就是什么 叫天网灰灰树不漏 对吧 你相反的话呢 你会摆密一书 他就是说你去罗列去吧 你只要罗列不到的 没有说不许我吃蛋炒饭 我就在某个日子给你吃蛋炒饭 就是这么样的状态 人家就是会干这些事的 你要明白他怎么去伤害你的感情 就是这个文人的纸伤骂怀水平是非常高 所以他就是关键是什么 主观要件是什么 你主观上有没有这些行为 你的一贯行为怎么样 你穿这个服装 你还说了些什么 你还当时一直干个什么 那都是很多的判断 所以的话呢 我们一直说了客观要件虽然是模糊 但是有了主观要件 首先这事并不模糊 这是第一层 第二层呢 你说客观要件模糊 有些边界不清什么什么的 我们的话一直在强调 就是一罪从无 对吧 你说主观的情况有的时候不太清楚 那我们还不是还有无罪推定呢 对吧 所以你主观上要想干什么事的时候 那你找证据嘛 所以这个整个的法律是一个体系的事 你看他那个质疑这一条的时候 说你模糊的时候 他从来不说一罪从无 你要是说像有罪推定的时候 你一定要写得很清楚 知道吧 因为你是要有罪推定 你他的那个各种要件 你在现在呢 你无罪推定的时候 和有罪推定是不一样的 他这个法律是一个体系 就这边模糊了 那边他就有严格了 这边严格了 那边的话呢 他就模糊了 所以的话呢 在这个整个规定呢 你这个怎么样的行为的时候 他相对的模糊 但是他有一罪从无 就是说你这个模糊的地方 说不清的地方从无啊 然后呢 你说这个主观要件 有时候主观要件不太好 找证据 人家现在是叫无罪推定啊 他让这个法律体系很清楚的 其实他有很清楚的一个体系性的保障 现在是什么 他让你写得非常的清楚以后 下边就是好钻你空子 人家天天呢 叫你写清楚 写清楚以后 你只要哪条没写 我专门研究 我就在这一条钻你空子 现在一群人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直在说嘛 叫法不禁止 皆可互作非为 你看西方为什么他要搞个案例法呢 他搞案例法的特点就是什么 他就因为他法条有些地方是模糊的 模糊的时候呢 他要靠案例来决定 而这个案例的时候 你说这个案例的判断 是否符合工序良俗 那是专门的话呢 到发生了的时候在判断的 所以你要知道 他在发生的时候 他的法不禁止 他的法还有自然法和习惯法 如果的话呢 你干了某个行为 全国人民一致认为你是伤害了感情 那就是伤害了感情 不要说这个行为 你事先写没写在这 你一个成年人 做一个行为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你清楚 不用人家给你写 你伤害别人的感情的时候 你说你都不清楚 没写你就不清楚吗 你就不知道那边界吗 那是不是瞎扯淡的吗 所以这个事啊 把这事看看呢 就明白他在这质疑的里头 到底是什么故事 最后啊 人家还是说 你看你这个事说的是理想状态 下边的警察 警察叔叔什么都可以胡来 你要是说啊 警察叔叔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胡来的话 那你就别讲这个法了 警察叔叔的话呢 就算可以胡来的时候 也是有法比没法好得多 就算模糊 也是有法比没法好多 你要是说他敢胡来 没法他也敢胡来 是这样的 而且呢 这个社会我们是知道 你那个警察叔叔胡来的事呢 你可能看的报道比较多 但是实际上的话呢 真正的这个系统当中 你要都说这个警察叔叔全都是坏人 那这个事的话 你可能就是这个政权的敌人了 那就不是说简单的 这个左右的问题 你是这个政权的敌人 我们就先这么说一句话 你要说这个政权的所有人都是坏人 都是站在坏的立场上去 要陷害谁谁谁的话 那你就是这个政权的敌人 人家可能有些人的话呢 干坏事 个别的人干坏事 但是说呢 下边人所有人都想干坏事 你的屁股立场坐在哪 人家已经就很清楚了 谢谢观看 本期话题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再见